華東地區的發展 可以講是在鐵公路、自行車等等基礎建設方面的改善 我們來帶動觀光、文創、還有有機農業等等這些特色的產業 在促進當地人才的培育 帶動民間資源的投入方面 特別是生活生產、生態相結合這種理念之下 相關這種業務的推動可以講是在創造就業、機會、促進人口回流等等這些面向上 都已經可以看到具體的成果 在這邊我們要感謝相關單位大家共同的努力 另外為了提升華東地區產業發展的能量 我們也請國發會持續整合資源 運用華東特有的景觀、文化 透過產業六極化這種策略來進行跨部會跨領域的合作 進一步來提升產業的質量 並且跟地方共同攜手創造在地的就業機會 使東部能夠朝向永續發展的目標來邁進 在這裡 進行 進行 進行